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缓起诉协议意味着什么 对华为集团有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 会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在我们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先说一下星期六那个节目 星期六我们谈了孟晚舟的节目 题目叫做孟晚舟自由了 中国赢了 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中国赢了 结果这一些观众不同意 怎么你就能说是中国赢了呢 那我说是中国赢在这个人质外交胜利了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扣了两个加拿大的人 扣了人质了 而美国呢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中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 包括外交部直接施加压力 那个封面清单上面 首要一条就是取消对孟晚舟的这个引渡要求和这个起诉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受到这些压力 没有中国的这些压力 美国政府会让孟晚舟走吗 会说达成这样一个暂缓协定 暂缓起诉协定 让他走吗 不会的 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快三年了嘛 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说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啊 那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的确确确压力山大 所以美国政府其实也是不堪压力 所以放他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中国的的确确是赢了 同时呢 对于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人民 中国国内的人 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国家强大呀 我们政府努力呀 所以才把这个孟晚舟给救回来了 我相信中国国内的人在不知道外界消息的情况之下 也认为这个是中国的胜利 当然了你说中有些人说中国他没有胜是吧 中国你看他暴露了中国这个国家是个什么国家 流氓国家嘛 土匪国家嘛 他这个人家抓了他的人是因为违法了 好他也抓人家人 也说人家是违法 结果人家人一放 他把人也放出去了 这分明就是在搞这个人质交换这种东西 当然了还证明了就是说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面 撒谎了 中国说中国政府绝对是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按照这个制裁规定做的 没有跟他们有非法的这个规定以外的 规定这个所禁止的这些活动 这些商贸活动没有 但现在这个协议就已经说了有 中国的的确确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这个决议 同时也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制裁这个情况 同时呢还暴露了这个情况 就是孟晚舟被扣在加拿大了 他实际上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边 豪宅大家都看到了 多少钱不知道 有人说可能要上亿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 但是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常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 加拿大人都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所以证明孟晚舟他是普通的中国人吗 他不是他有用不完的钱 还有他由于在家里边 法庭跟他规定 你必须花钱雇佣保安公司来帮助法庭来监督你 监督你不乱走 不逃出这些加拿大 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安全人员 保镖人员 看着是保护他实际上是为了防范他 而这个保安公司的支付保安公司 最次报酬的是孟晚舟本人 这他支付这个钱 而不是法庭支付这个钱 所以人们也看到了 这孟晚舟有用不完的钱 一般人早就垮了 所以这些豪宅也好 保安公司也好 加上这个巨大的这个律师费 这都说明了这些问题 同时还暴露了华为公司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超长的关系 绝不是一般的关系 否则的话 中国政府直接从这个最高层次上面 来呼吁要这个释放孟晚舟 这个绝不是一般的中国人 一般的小民百姓所能够有的影响 小民百姓被哪个国家抓了 中国政府会花这么大的力气 要这个国家的政府放人呢 所以这个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那些人说 你看看 中国实际上是输了 中国这些东西也输了 当然也可以这样去说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么 有人说美国 你说中国赢了 那美国输了吗 美国其实是输还是赢 现在呢 还很难说 就是说 美国抓孟晚舟 要求引渡孟晚舟 本身并不是要羞辱中国政府 她目的是对着华为公司去的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的行为 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就是说 华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华为公司巨大 当然 他做的这个事情 美国认为 他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呢 这个美国 他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赢呢 就是说 如果是中国政府得到羞辱 美国政府其实还没有赢 因为美国政府目的不在那个地方 目的是在华为 那么具体对待华为怎么样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现在还前途未卜 所以你很难讲美国政府是输了 还是赢了 但至少 在孟晚舟的问题上 美国政府迫于压力 放人了 好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首先说一下 就是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 这个暂停起诉协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协议的内容呢 就是说 孟晚舟如果做出一些事情符合法庭的规定 同时又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东西做的话呢 那么美国政府呢 就暂缓起诉 同时 如果在这个期间 孟晚舟如果要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的话 美国政府呢就会撤销 这个对孟晚舟的这个起诉 在明年的12月 就会撤销 那就是这个案子就没有了 就撤销掉了 所以那么 这个 对于华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抓孟晚舟实际上是对着华为去的 所以对华为的指控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东西是跟孟晚舟有关的 因为这是两个案子 告华为和告孟晚舟是分开告的 但是呢 孟晚舟的被指控的东西 实际上是包括在对华为的指控里面 那么对华为呢 是有23项指控 这些指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到底孟晚舟在对华为这个案子里边有多重要 美国是2019年提出的这个诉讼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2018年12月1号 孟晚舟呢 被加拿大给扣住了 扣留在这个加拿大 不准他动 然后美国启动引渡他的程序 控罪提出提出这个诉讼的是 诉华为23项罪 主要的内容 这不是所有 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串谋银行欺诈 串谋电信欺诈 银行欺诈电信欺诈 所以银行欺诈电信欺诈 刚才是说串谋 那个是说等于是阴谋 参与了这个阴谋 银行欺诈电信欺诈 等于说呢 就是实际上已经实施了 对银行的欺诈和电信欺诈 串谋诈骗美国 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这个所谓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呢 就是制裁伊朗的法令 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就是违反了制裁伊朗的这个法令 串谋洗钱 串谋窃取商业机密 企图窃取商业机密 串谋妨碍司法 妨碍司法 这些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里边呢 孟晚舟被控的这个罪行呢 其实是在这个前边 就是串谋银行欺诈 串谋电信欺诈 还有银行欺诈 电信欺诈 实际上孟晚舟正好就这四项 是孟晚舟被制控的 她在这四项里边 有孟晚舟的成分 在其他的那里边呢 没有 比方说洗钱呢 窃取商业机密也真没有的 那么根据美国的相关法例 串谋窃取商业机密 以及企图窃取商业机密 这个公司呢 面临最高呢 是500万美元的这个罚款 或者被盗商业机密 价值的三倍罚款 而电信欺诈 和妨碍司法罪呢 将面临最高50万美元 这个罚款 这就比较低了 说明呢 孟晚舟并没有涉及 窃取商业机密这个指控 所以她那个并不是那么重的 根据纽约东区法院 这个起诉书 华为员工呢 自2007年开始呢 多次对美国政府 歪曲华为与其这个分支机构 兴通科技这个联系 兴通科技呢 据称呢 是华为在香港注册的 用于处理 伊朗事务的这个分公司 起诉书呢 说呢 华为员工呢 向合作的这个银行机构呢 就是杂谎 说华为呢 已经把这个持有的 兴通科技股份都卖了 而事实上呢 华为将股份卖给了自己了 那么起诉书还说呢 通过谎称 这个兴通科技呢 说是独立于华为之外的 这个公司 这华为呢 对外呢 说他跟这个商业 跟伊朗这个商业往来啊 没有违反任何美国的规定 就这些虚假的陈述呢 使得华为跟这个 在这个银行不知情的情况下呢 银行就违反了美国法律了 其中有一家银行呢 在短短四年之内呢 就帮助这个兴通科技 完成了价值100万美元这个交易 根据美国政府的起诉书呢 2017年有一家银行呢 就是觉得有点怀疑了 就出于对这个风险的考虑 单方面就决定 说不再跟这个华为啊 有这个全球金融业务了 但是华为呢 跟其他银行 就是这都别人也知道了 华为就说说 他不跟我合作呀 是因为他的服务不好 所以呢 我们就终止跟他们合作了 反过来说的 这样呢 实际上是华为呢 是为了维持和其他的这个银行的关系 还有一个妨碍司法的这个问题 就2017年啊 华为及其分公司呢 意识到了这个美国当局对他们进行刑事调查 所以呢 华为就有意将这个了解伊朗业务的证人呢 转移到中国 就使得美国管不着 并且呢 隐藏或者毁坏留在美国的相关证据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对孟晚舟的这个指控呢 设这么四项 就一个是串谋实施银行欺诈 银行欺诈 串谋实施电信欺诈 电信欺诈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 兴通公司 兴通科技呢 实际上是开始是华为所属的这个公司 在2007年以来呢 华为公司一直向美国谎称说 这个公司不是我们的 那么说到孟晚舟为了达成这个暂缓起诉协议 她做了什么妥协 她是承认了这个协议附件A的事实陈述的真实性 那么附件A的事实陈述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内容呢 就是孟晚舟被控的这四个方面 她说了这个事实陈述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孟晚舟被控四项 顺便说一句 这个暂缓起诉文件里边 说的是孟晚舟是中国公民 这是她至少她在这个文件里面说是中国公民 兴通科技有限公司呢 是一家主要在伊朗经营的香港公司 截至2007年2月 这个兴通科技呢 由华为的子公司华英管理 它这个是全资的拥有 2007年11月呢 华英呢 将其持有的兴通科技股份呢 转让给华为控制的另一家实体 叫做Canicula 那么在华英将这个股份转给这个Canicula的时候呢 孟晚舟是华英公司的秘书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左手转右手 自己导给自己了 2008年2月 华为将兴通科技的所有权 从华英呢 转让给了Canicula 那么孟晚舟呢 就加入了兴通科技的董事会 该董事会呢 由华为员工组成 他在董事会任职到2009年4月 他就离开了这个董事会 之后呢 这个兴通科技这个董事会呢 成员呢 还是华为公司的人 Canicula呢 继续拥有这个兴通科技 实际上就是华为继续拥有 截至2012年8月 华为在以英文撰写的 华为公司文件中呢 将这个兴通科技 还是列入其他华为子公司名单 兴通科技的所有的重大业务决策 都是华为做的 此外呢 兴通科技的这个国家经理 就是业务负责人了 是一名华为的员工 兴通科技雇用的人 就是雇用那些人 他们也都自认为是为华为工作的 事实上呢 兴通科技的员工使用的这个 电子邮件的域名啊 叫做华为.com 2010年至2014年 这个是他这个案子起诉的这个时间范围 就是华为控制这个兴通科技呢 在伊朗开展业务 相关时间内呢 华为员工呢 与一家英国人力资源公司呢 合作 在这个伊朗呢 提供工程师 这个看来呢 提供的这个人可能是外国人 也可能是伊朗人 可能不是中国人 以支持这个兴通科技 与伊朗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这个合作 那么代表兴通科技谈判和签署合同的 都是华为的员工进行的 那么为了支付这些承包商的费用 华为呢 从兴通科技在亚洲这个银行账号上面 这个包括一家跨国的金融机构 实际上是汇丰银行 向英国人力资源公司的一系列的大约80笔付款中 就付向这个人力 英国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呢 支付了750万美元 交易呢是一美元计价的 而且是通过美国这个银行进行请算 这就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做的制裁之下 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呢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许多新闻机构呢 就报道说这个兴通科技提出 向这个伊朗出售美国计算机设备制造商的 禁运设备 这可能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法 这美国设备嘛 并且华为与兴通科技关系密切 在这个2012年12月呢 华为呢就发了一个声明给这个路透社 他这个声明说呀 说兴通科技呢 是华为公司在伊朗的当地的合作伙伴之一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华为进一步说呢 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遵守 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在内的 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我们公司呢严格履行 并且遵守了这一承诺 此外呢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 遵守同样的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这个13年 2013年的1月呢 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就也还引用了这个华为的一个声明说 华为与兴通的关系 是正常的商业伙伴关系 假的吗 华为建立了符合行业最佳实践的贸易合规体系 我们在伊朗的业务完全遵守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我们还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 例如星同科技 做出同样的承诺 这个承诺根本是撒谎嘛 因为华为根本就是 它是母公司嘛 它是星同科技的母公司 它跟星同科技完全不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这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这些文章这些报道发表了以后 那么汇丰银行呢 就和其他的一些这个金融机构呢 就继续为华为提供服务 就华为这个 为这个星同科技提供服务 包括这个清算美元 2013年初 华为呢 这个向这个金融机构就表示说 星同科技呢 只是华为在伊朗的这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了 星同科技呢 并没有使用华为的这个账号 进行伊朗的相关交易 这都是胡扯 星同科技的账号就是华为的账号 那么为了应付这个新闻报道这个咨询 它就询问 华为呢 就要求和这个汇丰银行的一名高级官员呢 就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个会谈呢 就是发生在2013年8月22号 这所谓的八月会议了 当时孟晚舟呢 就在香港会见了这个 汇丰银行亚太地区业务的主管 会议期间呢 孟晚舟还做了一个PPT 来解释这个情况 孟晚舟表示说 华为与星同的关系呢 是正常的业务合作 正常的可控的业务合作 他把这个星同呢 说成是合作伙伴 华为的业务伙伴 和与华为合作的第三方 就是在伊朗的第三方 这些说法 统统都是假的嘛 因为孟晚舟就在 星同这个董事会待过嘛 星同科技肯定不是什么伙伴 也不是什么第三方 是华为的公司嘛 所谓的是 她的员工就是华为的员工 她的公司就是华为 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孟晚舟呢 还向这个汇丰银行说的 说华为啊 曾经是星同的股东 但是呢 把这股权都给卖了 这不是胡扯吗 他卖给卖给自己了 卖给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了 卖给卖给他们自己的公司 叫做Centicula 这左手转右手的事啊 这明显在撒谎 就是他跟汇丰银行撒谎 所以呢 这个孟晚舟跟这个汇丰银行 这个高管就说啊 说华为在伊朗呢 遵守适用的法律 法规和制裁措施 没有违反 华为这个 或者这个和这个华为合作的 任何第三方都没有违反 出口管制的规定 这些也是 都是撒谎 就是这样的使得 汇丰银行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呢 就是继续为华为从事 这些被禁止的服务 包括银行服务 那么华为的实际上是隐瞒了 华为和兴通的联系关系 违反了美国财政部对 伊朗交易和制裁的法规 那么此外呢 在相关时段内 华为为了这个促进这个兴通科技 通过在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呢 进行了价值大约1亿美元的交易 至少部分违反了美国法律 就是美国是禁止使用美国的这个银行 跟伊朗打交道 禁止使用美国的设备 出口到技术出口到伊朗 这些华为都做 都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明白说 为什么你说美国的法律 怎么就这个 就能管到中国 所谓的长臂款侠 是因为中国的华为 使用了美国的银行系统 使用了美国的技术和产品 用于跟伊朗的贸易和交易 这个就是违反了美国的制裁 而并不是说 你只要跟伊朗打交道 美国就要制裁你 当然这规定也还有这样一条 就是说任何人 任何的机构和伊朗去打交道的话 那美国就要不跟你打交道 也就是说 你在伊朗和美国之间 你只能选一个 你要么你选伊朗 那好 你就不要跟美国打交道 你要选美国 你就不能跟伊朗打交道 这个是你自愿的 这个不属于什么长臂管辖的范围 那在这个美国起诉 这个孟晚舟的这个过程 这个时间段里边 发现了孟晚舟 那个有一个电脑的这个档案 上面呢 有有关华为和这个行通关系 说谈话要点 你说你怎么遇到这种疑问 你怎么说呢 谈话要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华为在伊朗的业务 符合联合国 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欧盟的法律和制裁 那么华为与行通科技的关系 是正常的业务合作关系 华为呢 通过受监管的贸易组织和程序 要求行通承诺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口管制 关键信息呢 他说关键信息啊 过去是有行通的这个股份 现在没有了 行通是华为产品和服务的代理商之一 行通的主要是为代理华为而存在的 这都是撒谎 这个要点 就是等于是一个撒谎要点 孟晚舟自己的档案里边写得很清楚 遇到了疑问 遇到了质询 你该怎么回答 撒谎的要点都写出来了 这是在这个都是描述在整个这个事实陈述里边 就是这个附件A 就是在这个暂缓起诉协定的附件A里边 事实陈述这些内容 在孟晚舟和这个汇丰银行八月份开会以后呢 不久华为呢 这个英国应这个 他这个要求 应汇丰的这个要求 就提供了这个演示这个文件的英文稿 他安排呢 就是说把这个英文稿的附件呢 给了这个汇丰银行 是在2013年9月份给的 于是呢 这个汇丰银行就是一看啊 没有问题啊 你就决定继续 这个和这个华为的关系 那么同时其他的这个金融机构呢 也都继续和这华为呢保持各自的这个关系 这一些上述我说的这些 就是孟晚舟承认的事实陈述 那么孟晚舟承认这些事实 给华为造成重大的伤害了吗 或者说会给华为造成重大的伤害呢 是是也不是 为什么说是呢 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作为指控华为的重要证据的 就是说你欺骗了银行和伊朗有贸易 这些都是对这个华为公司起诉的内容 那么孟晚舟对这些事实现在已经认定了 尽管她没有认罪 但是她认定这些事实陈述是真的 这就等于说把这些东西 如果美国政府要去这个起诉 指控华为公司的话 那么这些就可以作为去打击这个华为公司的证词 重要的证据进入这个法庭程序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的的确确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说她等于说自己人来说自己的这个企业 这个公司的的确确做了这些违反制裁令的规定 的事情 那这也是是重要的 说她不重要 不重要在哪呢 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因为汇丰银行实际上像现在已经是和美国进行合作 美国政府进行合作了 因为汇丰银行也怕制裁她 如果她是有意的故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等于说她也违反了美国制裁令 这样也要制裁她 汇丰银行为了撇清自己就说了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在无意之中跟伊朗做了交易 无意之中违反了这些规定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无意之中做了这些事呢 是因为中国方面欺骗我们了 就银行欺诈了 所以实际上有汇丰银行做的这个证词 其实已经就够了 足够定华为的罪了 不需要孟晚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了 孟晚舟承认这个事实也不见得就那么重要 她不承认也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 美国政府现在还是不是想像2019年1月起诉华为公司那样 要置华为公司于死地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政府换届了 川普下台了 拜登上台了 所以现在的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还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这个意愿 说像川普政府那样把华为给制死 让华为消失掉 当然川普也未必就是想要 想让这个华为消失掉 但至少把华为要打个半死 要让华为元气大伤 这个是想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想法呢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一定知道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华尔街日报9月24号的一篇报道 他这一天 9月24号刊登了对美国商务部长 吉纳雷蒙多的一个专访 雷蒙多他说 他将争取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商业联系 在美中两国就国家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 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呢 他认为两国可以互利互惠 他计划率领美国的这个企业首期执行官 代表团前往海外访问 包括访问中国 寻找商机并讨论长期存在的贸易问题 他说呢 中国的经济政策呢 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补贴出口产品 对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呢 视而不见 其实是视而不见的问题嘛 可能是主导吧 那么他说呢 这样呢 使美国公司呢 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尽管如此 鉴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太大了 美国呢 必须与中国展开贸易 他说呢 这是一种经济现实 他还说呢 我实际上认为紧密的商业往来呢 将有助于缓解任何潜在的紧张关系 这跟过去的老说法一模一样 搞好了贸易关系 其他都OK了 都可以了 一些美国的观察人士就认为 美国商务部现在还没有适应 一个中国是美国的严重对手的世界 认为雷蒙多呢 认为他的工作呢 是为美中这个脱钩分离这个趋势呢 逢不关系 而且呢 试图暗示 还有一条积极的前进道路 这些人认为 美国商务部根本不在状况中吧 那么对于华为 雷蒙多说了 他认为华为呢 是一个安全威胁 由他领导的美国商务部呢 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 获得先进的芯片 因为华为呢 要靠这些芯片呢 为自己的5G技术 赢得国际市场 雷蒙多呢还说他还将继续川普政府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努力 就是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不让先进技术落入中国竞争对手的这个手里边 那这边那个报道还说呢 这个包括向欧洲国家政府 特别是荷兰政府施加压力 继续阻止荷兰的这个ASML公司 向中国出售这个顶级产品 就是那个光刻机 做这个芯片的光刻机 继续阻止 这个雷蒙多的这个话呢 显示呢 华为仍然会受到制裁 但是如果制裁中国的华为 这个华为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啊 那你还怎么加强和中国的商业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矛盾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哈 可能更清楚的看到 华为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系这个前景 8月25号 美国政府呢 特别批准华为公司购买汽车用的芯片 用于华为公司这个生产的这个汽车上的传感器和显示屏 价值呢 达到数亿美元 多少呢 不知道 数亿美元 这显示美国政府现在并不想置华为于此地 而更可能呢 是在某些领域限制华为 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呢 保持甚至加强和华为的贸易往来 尽管呢 这与这个川普政府时期这个政策呢 可能不一样 但是这的确是美国拜登政府现在要实行的政策 就是要找到改善对华关系 包括贸易关系的第三条路 既不同于川普政府的这个政策 也不同于川普政府之前的那条路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美国对华为这个起诉呢 就可能以双方妥协告终 最多是华为交一些罚款 然后呢 可能在这个可能的领域里继续加强 继续和加强这个贸易关系 至于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最好的结果 我想啊 美国人和我们的观众都应该记住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狼总是要吃羊的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